经济 数据 人物全记录 财经部落格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人口老年化 各界重视长者账户问题 创造国际资讯执行长黄兆胜代理团队打造爱心协讯手环计划 降低长辈走失风险 协助失职老人回家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黄兆胜执行长说明推动这样计划原起 以及和大陆广州社福机构合作的情形 警长您好 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警长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当初你怎么会想到要制作这个爱心的协讯手环呢 事实上最主要就是现在这个失智证的议题 因为国际上全球老化 特别台湾或者中国大陆 其实慢慢走向高龄化的社会 那事实上就是说这个议题今天非常的重要 根据这种卫生组织他的报告 其实现在全球至少有十千万名的失智证环 那他每四秒他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离病者 那所以怎么样去做到协助这些失智老人 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上能够更安全更便利 因为失智证他是一个不可逆的 所以就变成说照顾他的家人 他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他这个失智长者他可能离开家 就忘记了 忘记回家的路就走私 那么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一些创新的研发 透过穿戴式的装置 那特别呢就是说成本就要比较低 因为很多的这个失智长者 他可能是属于这个社会上的弱势 那如果说你这个价位上比较高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提供长者去使用 那么所以呢我们最主要就是想要透过发展可以量产 可以价位上能够符合一般大众人口能接受的一个装置 然后去辅助改善这个失智病患走私的一个状况 是 警长这个爱心协讯手环 他有什么样的功能可以帮助这些长者们协助他回家呢 一般来讲针对这种失智症病患 或者是说走私这种议题 其实现在社会上还是很常发生 那其实很常见到的 我们现在可以去解决这个议题的技术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是一般警政单位他有这种指纹 按耐 耐印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可以先去登记 但这种东西就比较牵涉到隐私的问题 所以老人家通常不爱做这件事 而且通常都是你可能已经发生事情了 然后我再透过你的指纹去找到 原来你是住在哪里 可能就不是这么适合 那另外一种的话是类似这种卫星定位器 那卫星定位器它本身 它其实就像是一只手机 就是它里面有一张电话卡 那你穿着这东西或带这东西出去 那我随时可以去定位你 但这种东西就牵涉到 其实它就是一只手机 你就必须要付月费 它的装置成本就比较高 那再来就是说老人联盟福利基金会 它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在推动一个叫爱心手链 那这个爱心手链基本上 它上面就是有一个协讯电话 有一个编号 那它有一个call center 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家需要协助 你事实上你是可以看这个手链上的电话号码 打电话到它的call center 那call center的这个服务人员会在询问你说 你在哪里啊 那这个老人手链上的编号是多少啊 然后去指引你怎么带这个老人回家 那事实上我们在研发这个爱心协讯手环的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和老人联盟福利基金会这样的机构 它有过去的这个执行上的经验 那再加上平农基督教育医院与毕加市社会联盟福利基金会 还有电信业者台湾大哥大 共同的一个合作 就是说我们去探讨这个议题 怎么样用资讯科技去帮助做得更好 那有什么想法或做法呢 刚才我谈到这个爱心手链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一般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老人 他需要帮忙 你第一个你要先看他上面的电话号码 然后你要拿起手机打电话 然后你要跟他报号码 然后你要告诉这个call center说我现在在哪里 你可能甚至要跟call center要讨论好久 我在哪个地点啊 然后讲不清楚啊 然后这来来回回可能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就过去 所以其实是不容易 那我们现在这个爱心协讯手环 最主要就是透过说现在这个行动装置已经非常好 如果谈台湾的行动装置大概平均64%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那现在一般中阶的智慧型手机 它本身就有一个功能叫做NFC 就近距感应的进场通讯的功能 它有点像游游卡的这种读卡机的概念 就是说你拿这个手机去读某个东西 它就能和你的手机互动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爱心协讯手环 本身它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晶片 它里面呢有包含这个老人的这个资讯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老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把手机去靠近它这个手环 大概在五公分左右 你靠近它基本上这个手环会跟你的手机有一个联动 所以这代表它会通过你手机发送一个定位讯号 因为你的手机本身它是有GPS 那你可能有联网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我们讲叫做云端 这边就有一个服务器 它会马上就知道说OK你在哪个位置 就你不需要去透过跟客服人员去沟通 它就马上知道说你在哪个位置 第二个就是说当它去解读你传过来的讯息 它就会知道说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不是急需帮忙的 比如说它有什么样重大的一个病史或者什么状况 它需要立即做一个协助或者通知医护人员 它可能系统就自动化去做这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它整个过程都是自动化 所以我可以去找到说就是你找到这个老人家的地点 最近的一个安置点比如说某个警局或某个社服中心 它马上就通报的人这个协讯中心位置在哪里 甚至我连GPS甚至这个地图我都帮你传过去了 所以其实你在感应的过程当中跟过去以往这种爱心手链 通报的过程它的不管是时效性或效率 它的整个在操作的过程上能够更准确 更快速来去帮助到这个老人家 去提供它一个安置或协讯的一个作业 所以透过这些科技的技术来协助老人 更快速的可以让他们获得照顾 执行长那推动这个爱心学院手环计划 你们也跟大陆的广州一家社服机构有合作 情形是什么样子呢 最主要是说我们当初在推动这个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open 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know how 我们其实不管在学术上或者是其实在国内的 我们都有做一个曝光 那事实上就是说他是这个台湾的业者 那可能他本身和大陆这边就已经有合作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在大陆有一个广州的也是社会福利机构 那他们就透过台湾的业者来向我们询问说 有没有机会把这样子的服务引进到大陆 那事实上我也跟他们去了解说 大陆目前的这个对于知识长者协讯的这个应用 那在大陆他们比较普遍他们叫黄手环 他其实他的构造其实跟我们谈到在台湾早期 这个爱心手链很像 台湾的爱心手链它其实是就是一个钢字手链 它上面有个像一个牌子一样上面刻电话刻号码 那在大陆的黄手环事实上它是一个橡胶手环 橡胶手环它基本上里面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个老人家的柱子啊 电话姓名写在纸上然后塞到这个手环 那所以说今天这个老人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可能民众可以透过找到这个里面纸 然后通知他家了 但广州的这个社会机构就告诉我说 他们这个服务虽然在手环的制作成本上可以非常的便宜 但是这样的东西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常常因为老人家在佩戴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碰到水 所以或者是说因为知识症 他会很习惯性的想要把手环拔掉 所以他们发现很多情况 就是他们发出去非常多这样的手环 但是实际上被谐寻被找到的几率很低 而且甚至很多是已经发生一些意外 才发现原来他有佩戴这手环 但是却没有发生到功用 因为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有可能这手环他已经脱落 他平常就是会习惯性去想把它用掉 因为他失智症 第二个就是说他上面的资讯是模糊的 所以模糊情况的时候 民众如果真的要协助他 他根本无从协助起 所以唯一能做就是带他去警局 但其实这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就变成通报率非常的低 那所以基本上相对于我们的手环的设计上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做防拆的扣头 所以相较起来就会变成说 我们接下来广州的社会机构 他们就对我们的东西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们在台湾在大陆 其实都有在当初就有申请类似的一些专利 所以我们就透过两方面的一个合作 那现在还在下谈这些阶段 就是说他们也有想找当地的一些电信业者 因为在我们台湾这边的模式 我们是跟电信业者合作 那在他们那边 他们也想要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来运作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在一个下谈的阶段 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还有产品做一个技术上的转移 更完善的一些照顾 好那最后请教执行长 未来你们在推广 还有没有什么样一些规划或方向呢 我想这个协讯的话 当然是一个议题 就是说针对自通讯的应用 那在接下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团队 我们主要是专注在打造医疗资讯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医疗资讯类的一些议题方案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推动 就是一个健康量测服务 它是一个可以量测血压血糖 血氧身高体重什么都能量 那它是一个非常小型的一个机具 就像是一个自我照顾的服务 那其实我们就是说 都在关注这方面的议题 去打造这样子的一个 透过医疗整合资讯的产品 去做一个人体性的服务 最主要就是我认为说 其实台湾有很好的这个医疗照护服务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医疗服务 其实做得不错 医疗品质 医疗指标的定定都非常严谨 而且在这个治疗情况都非常好 那台湾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资讯 其实台湾的这个资讯的人才 还有创意都非常的非常具足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专注在说 把医疗和资讯整合的一个产品或服务 能够也可以到大陆去做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今年的话 已经有开始在讨论要互展 就有一些展我们可能会去参与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服务 多数是在开发中国家 像非洲像东南亚国家 那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说 大陆其实就是在我们隔壁 我想现在也非常多的这个台商过去 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台湾的青年的企业家 能够更快的有一个立足点 特别是政府如果能够协助台湾的 这个中小企业或新创的企业 能够根据这方面的知识 或者是推动的这个能力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想对我们来说 大陆是一个如果在谈商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 必须我们要步步为营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创造国际资讯的执行长 黄兆胜 黄执行长 为我们说明他带领团队 推动爱心学询手环计划 以及和大陆广州的社福机构 合作的相关情形 非常谢谢执行长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